美国这个地理位置和战略环境极为优越的国家 在1992年后战争了霸权之巅 当时美国人对即将到来的和平与繁荣的大时代充满信心 美国梦绚烂夺目 自由灯塔闪耀世界 然而仅仅过了25年 这一切都破灭了 25年后 美国与众美国与众美国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急速恶化 与俄罗斯的关系急速恶化 甚至与帮助他赢得冷战的老朋友欧盟的关系也迅速恶化 全球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汹涌发展 美国陷入了多场代价高昂且毫无意义的战争 2017年美国的世界影响力远不如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错误在哪 美国所设定的自由霸权战略 试图将一个民主开放市场和其他自由主义价值观传遍世界的大战略 为什么最终失败了 坚持这种主战略的三位美国总统 不断延续着该对外战略 并且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错误 有人不斥说美国并未衰落 美国也并没犯下重大的大战略失误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 当冷战结束 苏联崩塌后 美国所获得的那压倒性的大国地位 以及它所享有的巨大地缘政治优势 让美国有足够厚的家底去失败 要想完全侵蚀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则必须要反复多次地让美国遭遇重大灾难 使美国不断在困境中反复进出 但作为研究 我们想搞清楚的是 在美国掌握全球无可挑战的最强大国力时 美国是否明智地使用了该权力 如果美国明智地使用了该权力 那么今天的美国为什么看起来如此混乱和矛盾 看起来就像是似乎不需要其他国家干预 美国自己就能把自己玩死 其实答案并不太难理解 当拿到美国高级智库兰德公司 国家安全研究室的最新外交报告后 你就会不得不感慨 再强大的国家都会逐渐走向死亡 当美国纵了世界老大的地位后 它表现得毫无挑战 一抄独强的格局 让美国政界自生出明显的傲慢和自大情绪 中国与俄罗斯都完全不是美国对手 美国与这两个国家开创了一段甜蜜的命运时期 但是当911的袭击撞上了这种傲慢时 立刻引发了美国对外的过渡战争 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挫折 简单讲美国将力量用在了错误的地方 恐怖分子永远不会成为颠覆美国霸权的力量 但是中国和俄俄私会 一盘散沙的恐怖分子和拥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 哪个对老霸权的威胁更大 答案一目了然 但就是这一目了然的答案 却被美国持续傲慢的外交政策制定者视而不见 美国将国力投放在荒芜与沙漠中 近十万亿美元对着沙袋一顿乱锤 兰德的分析报告说 我们很少见到像美国这般傲慢且胡搞的霸权文明 由于在反恐战争上投入过大关注 反过来导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收缩 到2008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 全世界都对美国的经济政策感到失望 但介于美国还是国际老大 还是欧洲的老盟友 饱受美国金融风暴摧残的欧洲 敢怒不敢言 要是欧洲痛恨特朗普 倒不如说早在08年金融危机 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时 欧盟对于美国老大哥的看法就已出现了改变 特朗普的诞生 只不过让这种欧美离心的分歧扩大化了 同样的金融危机也令美国国内的政治产生剧烈分化 美国的贫富差距来到二战以来最高 1%与99%运动风起云涌 而在外部花10万亿美元打沙袋回来的美国 惊愕地发现中国和俄罗斯早已金飞西比 奥巴马集体亚太再平衡 试图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沙太转移到一个真正崛起的大国 2016年接班奥巴马的特朗普 只不过是在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加强版 本质上是一样的 同时以普京为代表的强人政治崛起 俄罗斯也与美国长期保持敌对关系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北京与莫斯科很快就在对抗美国的主要战略上达成结盟 这让美国更难应对来自两个统一战线强国的挑战 至此美国的战略地位从1992年以来史无前例的好 变成了2017年后史无前例的坏 这一段有趣的霸权衰落史是值得玩味的 美帝霸权固然不会一夜之间倒塌 但美国犯的错误是绝对值得总结的 赢得冷战胜利后 美国的外交政策设计师说服了克林顿 他们告诉克林顿 美国现在应该推行与自由主义霸权相一致的外交策略 这个策略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致力于在全球传播民主人权开放市场 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 这一套东西是美国外交设计师 为当时鼎盛的美国设计的核心外交政策 为了推行这套东西 美国也是花了很大代价的 因为这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其实并不适合搞美国的这套民主自由制度 但美国就必须花钱花精力去帮助这些国家搞 胡乱搞的民主 失去制约的民主 带来的更多是动乱甚至是内战 美国这套核心的对外宣传政策实际上颠覆了很多国家 阿拉伯之春一片乱 乌克兰内战 叙利亚内战 利比亚内战 很多国家并没有尝到美式自由带来的甜蜜 尝到的反而是苦果 一个一个北非众多国家被颠覆 直接引爆难民危机 随生出欧洲资二战后最大的极右翼势力浪潮 极右翼在欧洲的崛起 产生了对美国传统盟友的不满和怀疑 而且这几十年美式自由的糟糕宣传更为强人政治扑下了土壤 当其他国家看到美式自由所带来的内战 动乱和颠覆后 会更倾向于一个稳定的政府 这也就促进了 例如普京 埃尔多安等强人可以长时间的持续执政 这些长期执政的大国强人 成为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上的一个又一个难砍的骨头 美国的这套核心对外政策宣传了20多年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全世界自由民主进程连续14年的下降 根据世界权威机构自由之家的报告 世界民主指数已连续14年下降 在该机构中 美国自己的民主评级也从完全民主降级为有缺陷的民主 美国所推行的美式民主反而成了一个糟糕的民主样板 美国搞臭了民主 真正的民主不是像美国所说和所做的那样 2016年当美国选出了特朗普这样一个民主笑话后 别说非民主国家了 就是欧盟这些老牌民主国家都对美式民主产生这么个玩意儿嗤之以鼻 而这一切的根源实际上就是源于1992年后 克林顿的外交设计师团队为美国制定了那份向全世界传播的民主 人权开放市场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 除了到处散播美式民主外 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大败笔是克林顿所主持的双重遏制策略 中东两个大国伊朗和伊拉克 1993年克林顿被外交团队说服 外交团队出据能源展望报告说 2000年美国有60%的石油要从波斯湾进口 201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70% 而美国为了确保波斯湾的战略安全就必须牢牢控制波斯湾 而牢牢控制波斯湾的基础就是打击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地区大国 但实际上美国并不需要那么依赖波斯湾 不断发生的业业油革命彻底改变了美国的能源结构 2018年美国正式成为能源净出口国 但当时克林顿选择了相信外交团队 批准了双重遏制策略 这使得美国要同时面对两个中东大国 一边要搞伊朗一边要搞伊拉克 这就导致了美国需要派遣大量驻军在中东 而在中东的大量美国驻军 他们的美式文化对当地百姓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美国那种开放的生活方式 在保守的中东国家能被接受吗 本拉登就是在那时候举起了清楚美国人的打击 本拉登要守护自己这片纯净的伊斯兰世界 如果美国不搞双重遏制 不大举进入伊斯兰世界 那么本拉登还会崛起吗 本拉登不出现那还会有911吗 没有911美国的战略重心会彻底改变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只有反思与借鉴 美国的中东政策 无论是在911前还是在911后 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而在欧洲政策中 美国的策略也是失败的 美国欧洲政策重心在北约 然而北约的存在是为了对抗苏联 但苏联早已回飞湮灭 苏联没了 但北约的核心思想 却没有跟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北约的核心思想 还是冷战那一套东西 扩张 围堵 遏制 这完全是在美国那群老派的外交政治家的操控下形成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 大时代环境早已改变 但北约却还紧紧拥抱几十年前的冷战思维 北约东扩的核心就是冷战核心 这种东扩策略极大毒害了与俄罗斯的关系 当北约一口一口的吞掉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地带时 你认为俄罗斯会做得住吗 好好的乌克兰在东扩过程中一定要搞颠覆 总统逃亡到俄罗斯 直接导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此外 2008年的格鲁吉亚冲突也是如此 美国外交错误 且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冷战思维 是今天欧洲与俄罗斯的主要矛盾 一个没有美国掺和的欧洲会发展得更好 北约的不断东扩 也极大推进了中俄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美国似乎忘记了是谁帮他赢得冷战的 除了欧洲盟友外 中国与美国的建交和友好很大程度上让美国赢得了冷战获胜的筹码 但冷战胜利后的美国却完全走向了一条相反方向 而在更重要的中国方面 美国的外交策略用彻底失败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如果我们回顾美国20年前的外交备忘录的话 会很容易发现当时的美国其实是在有意识地帮助中国崛起 当时的中国正通过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 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美国各大企业和资本家是中国唯一做资本金矿 人力成本低 环保意识差 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 加上稳定的政府和勤劳的人民 投资中国显然是一件稳赚不亏的买卖 于是克林顿说服美国国会将中国带进了世界贸易组织 在克林顿说服美国国会的那场演讲中提到了更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对于中国的民主过渡 克林顿相信一个开放的中国 一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中国 最终会慢慢走向符合美国价值观的美式民主国家之路 抛弃社会主义和美国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当家的国家 克林顿说美国会让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中国会被永远锁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之中 讲白了就是克林顿希望中国成为下一个日本 日本和美国穿一条裤子 从美国那里分得了利益 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但是日本却永远无法挑战美国的地位 因为日本就是永远被锁在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之中的 美国希望中国也和日本一样 永远无法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并且克林顿相信 他对中国进行的美式民主演变能够做到这一点 克林顿的这一番话说服了美国国会 但事实证明美式民主在中国并不太好使 并且从今天的局面来看 美国的这一外交战略的重大错误 几乎可以等同于10万亿美元打杀带的错误 美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在外交一栏里直接严厉指出 历史上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一个拥有绝对支配地位的超级大国 却故意推动了一个 唯一可能对他地位造成威胁的国家崛起 不知道为什么 看美国外交报告里这句话时 感到莫名的欣喜 中国能有今天的崛起离不开美国 美国帮助中国崛起 然后让中国成为了唯一能挑战它霸主地位的国家 这种从未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居然就真的发生了 究其原因还是最开始的那句话 冷战的全面胜利让美国的自傲冲昏了头 美国自认天下无敌 美式优约的民主制度也一定是天下无敌的 所以美国才会在几十年前 信心满满地帮助中国崛起 美国认为中国一定会按照美国人安排的道路 听话的前进 然而事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失败 帮助中国崛起的战略 经历了克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 这样几十年来 中美之间建立了非常复杂的政商关系 即便美国曾意识到 中国可能会威胁美国霸权 但是更庞大的资本经济利益 让华盛顿的游说团队不断说服当朝政客们 与中国继续保持良好关系 要知道中国崛起过程中 美国的资本家们赚取了巨大的财富和利益 这也是美国热衷于帮中国崛起的原因之一 一直到中国成长为无法再被美国忽视的程度 奥巴马政府后期才紧急调整外交策略 从帮助中国崛起 换到了那一条亚太再平衡的跑道 随后到了特朗普时期 再从亚太再平衡的跑道 迅速换到了全面遏制中国的跑道 美国的三大战略错误是在中东打沙袋 不断北约东扩帮助中国崛起 这三大严重的外交战略错误的反复出现 不断削弱着美国的全球地位 同时也极大浪费了 本来可以用来掐住潜在对手的各项资源 以及更重要的凝聚美国国内力量的资源 一个强盛的国家在外面杀是杀不死的 必须先从自己家里自杀自灭起来 才能一败涂地 2020年 美国成为全世界疫情控制最糟的国家 昨天单日新增17万例 病例总数达到1180万 但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想要控制疫情的念头 2020年 美国成为民主国家中罕见的 大选结束 两位候选人都宣布当选的国家 一国二主 政局动荡 继反恐时代后 美国正式进入了大撕裂时代 族群撕裂 代际撕裂 阶层撕裂 愈演愈烈 11月 美国费城再度实施全程宵禁 因费城警察枪杀黑人男子沃尔特 所爆发的一系列暴力抗议不断升级 这是自五月黑命贵运动发生以来 又一座美国城市采取严格的宵禁措施 暴力冲突不断发生 种族矛盾频发 加之疫情 大选 经济的三重打击 一个美利坚分众国出现在我们眼前 拜登和特朗普 一个太老 一个太疯 而中国需要的是不改变既有路线的稳扎稳打 任他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 那就是中华崛起之路